Hello 大家好 你们都见到我身后有个破壁机 它就是今天的主角 有很多朋友都问我 在淘宝看到这类破壁机 它价钱便宜很多 究竟行不行?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就把它买回来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玩 这个我就是在拼多多买的 它便宜很多就是189元 现在我们逐步来看看它究竟是怎样的 首先讲一下它的杯子 拿出来 它的杯子究竟它的重量是怎样的 它也挺重的 和我用开的就只差一点 打开它看看 你看到它的玻璃其实也挺厚的 和我用开的差不多 肉眼也看不到有什么分别 接着看看它的刀片 刀片下面那套刀片就差不多大 上面那套它这个就明显小一点 它的底部是一些类似 易结获的材质 不是我原先不手说的 讲一下它这些凉度 它其实就exactly一样 它的冻水和热水的上限 都和我用开的那一部完全一样 接着看看它的盖子 它的盖子 它的扇条很简洁 清洗的时候就很容易 它还有一个小盖 都是这样开的 平时我很喜欢中间倒些肉 就用这里了 这里的扇条全部都是很简单 就变成了很容易清洗 这里有一些小孔 就是用来散气的 盖子大致上就是这样 接着来看看它的基座 看看它是否重重 拿起手 它明显轻很多 轻多少呢 大它轻三分一左右 接着看它这些结构 接触点的原理 大致上都差不多了 接着来看看它的功能 如果你在拼多多、淘宝 买这些破碧姬 它有很多款 通常都是用来打豆浆、芝麻糊 和那些西式农汤 令食材融掉那一款 那些就不适合我 因为我要喝中汤 中汤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它就是那些食材煮完之后 它就没有打烂 你可以吃回的 例如我们喜欢的节瓜汤 蕃茄薯仔汤 现在着机器看看它的功能 这个机器它声称有27个功能 它就有最普遍的 譬如豆浆、鱼汤、芝麻糊、龙汤 都有 果汁、沙冰、奶色酱料都有 好像豆浆一样 按下去 你就会看到25分钟了 鱼汤就33分钟 米糊就20分钟了 它的计划都是分别在时间 和搅拌的模式而已 其实万变不离其中 都是汉淘色字 很容易操作而已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试下做食材了 我们就做和以前一样的 去看看它的分别 现在我们先来做一个豆浆了 那个分量、怎样做 你就可以参考我之前的视频 连结我会放在描述栏里 按豆浆 这个按钮 你看到它有显示25分钟 这25分钟其实就等它煮滚之后 它才算的 我现在就可以按这个启动了 你看到它现在就会显示18度 这个温度它会慢慢上升 上升到100度之后 它就会转做时间制 倒数25分钟 这样就可以喝了 25分钟就很快就煮完了 我现在就要放冰糖进去 如果你很心急现在立刻想喝的 那你就按这个搅拌这个按钮 搅碎冰糖 这样就立刻可以吃了 如果不急的话 你就等它慢慢自己用 现在就可以喝了 你会看到它的滑溜度就是这样 很滑的 我先试一下 哇 正 当然它仍然会喝到少少粉粒 如果要完全滑溜 当然要用蟑螂 我之前也做过几次了 我家人就说它比我原先用的滑溜 就是比较轻的 但是它虽然它的阻子轻 它搅起来 它就不会有震动 有不稳的状态出现 噪音方面 其实我觉得它仍然比我用的一部 它仍然稍然没那么吵 但是如果用破壁机来说 噪音也是不能避免的 如果真的很介意噪音 它现在有一只新的模特 有一个罩罩着它 就是固着噪音在里面 至于它行不行 我就不知道 如果你买过来试的话 我就等你update我了 现在我们就做了蕃茄薯仔汤 材料就已经放进去 这个汤的做法 我会放在描述栏 唯一不同的 我今次用了一些小蕃茄 我无意中发觉 用这些小蕃茄更好吃更正 我会用这个 炖汤模式 按着它 它就会煮60分钟 按这个启动 它就开始了 我们稍后再说 其实我刚才说 它是煮滚开始计算1个小时 其实它煮滚的时间很快 几分钟就煮好了 它现在开始倒数了 在完成前的15分钟 我就会将牛肉放进去 很多朋友都很怕开破碧机这个盖子 但我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如果西汤就真的不要打开盖子了 因为它随时会搅动 中汤就不怕 它就不会搅动 然后我将它煮回 然后继续煮多10多分钟就可以了 现在煮完了 喝这个汤和绿豆沙的 煮完之后 我都会想搅拌一下 令到材料和汤 融合得更加好 我之前用的那部机就好了 它有点动功能 但这部就没有的 只有搅拌 如果按了搅拌 按停的那一刻 按得不够快 材料就会搅拌得太过难了 那我现在按了 那这样就够了 搅拌出来看看效果 下盐方面自己调味 质地就是这样 你看材料和汤是否融合得很好 明火的话它就会好似稀一点 煮出来 试一口 认真正 有些朋友问我 为什么煮汤那么喜欢用破碧机去煮 是不是多次一举了 其实不是的 因为第一它真的很方便 它不用看火 又不用加水 第二就是它煮出来 我觉得有这个功能 它的汤和材料真的融合得很好 而且真的好喝点 这部机其实我觉得它也挺好的 挺满意 它的功能和我用开的那一部 就很差不多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点动那个键 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有个时间键 有时间键真的很方便 它可以提醒我什么时候去下肉 如果没有的话 下下就要按摩 不记得按摩的时候 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煮完 最后我不是说推介这部机 但是它真的很适合我用 在网上买东西 价钱真的便宜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没有售后服务 还有在运送途中 如果有什么闪失 就会割下自理 就算找回它跟进 也会有点麻烦 就你自己选择了 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下次再和你玩其他东西 拜拜 拜拜